各位线上的朋友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爱多美中国会员登录 首先你打www.adomechina.com.cn 你会连到这个我们中国的官网 这个登录画面我们现在是海外账号是不能登录的 所以这个就 中国是独立的系统独立运作所以海外账号是不能登录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来做协助中国会员的注册 这是不需要登录账号你就按一下注册 会员注册 那22岁的中国大陆的会员你现在可以申请 港澳台跟外籍有居留证的也可以申请 但不能转经销商 也就是不能做生意 那我们现在呢 准备按这个申请 等你申请一个会员资格之后 你才可以再做申请经销商的这个 这个按钮的申请 那我们现在按这个申请 所有的都必须先申请成这个经销商 更正申请成会员才能够再转经销商如果你想要经营的话 那如果你没有意愿要经营的话基本上你申请的会员其实 就是买高品质低价格 这是爱多美的一个产品的让你买到就是省到 记得一下这个要滑下来 这个才会出现可以点选 现在是不能点选的 滑下来之后表示你读过了 滑下来之后表示你读过了 进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输入的是简体 所以呢你 可以用这个Google的翻译Google的翻译 那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你打中文之后你复制这个简体的过去 这里有个昵称昵称的部分有规定不可以使用本人姓名的 拼音跟电话号码 所以为了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个 一个资讯让我们易于辨识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英文拼音的 你可以到网路上你可以查一下姓名翻译很多地方都有你找一个姓名翻译 这个是王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王 然后呢加上他的什么 出生年月日 这样子 比较好去判定 所以以后呢假如说你要在 查他的部分你可以说那请你跟我讲你的出生年月日 我就可以帮你去查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编号也许 再来我们看这个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我们就要输入 这时候我们输入手机号码 那按一下发送简讯认证 然后这个对方会员的这个手机上就会出现一个简讯的认证码 再把这个认证的号码回填回来再按确认 这个动作一定要有证明这个手机号码是他本人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填 好当你手机验证码你取得完成之后 你就把它 回填回来再按确认 那刚刚呢 我做了两次确认第一次确认 他跟我说完毕但是他刚刚 还在跑秒数 然后我就按了第二次确认 所以秒数就停了 这个时候呢 你的那个身份证如果验证过的话 你就 生日是自动带出来的 所以生日是不需要你去填的 生日是不需要你去填的 然后那身份证的正面呢 国徽面是正面反面是这个照片面 那 拍照的部分一定要四个角 都要出来四个角都要出来 然后要清晰 好那我们继续操作 那这里呢你继续输入这个密码六个数字 英文跟数字混合的 然后再确认一次密码两个密码要一致 避免你有输错 那你在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啊 你就按你的这个地址来选 可是有时候你选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选不到你自己要的街道 那怎么办呢 你就先暂时先选一个街道 等之后呢 等之后这个你会员开通你再去更改地址就可以了 这个地址还好 为什么因为 真正你要去下单出货的地址是可以再变更的所以这个地址还好 那我刚刚是选不到我要的那个地址 输入你要的电子邮件 那接下来 这个一定要勾 因为没有勾底下可能 可能会确认过不了过去 那确保 这个 资料的真实性这个要打勾 两个都做好了之后我们就按下确认 准备往下一步去走 好 接下来你按到确认之后就到下一步 那我刚刚的测试的结果是你也可以不用勾说 接收爱多美的邮件 好那个 选项是可以不用勾的 好那 但是一定要勾这个 确认这是真实你的账号 你的资料这样子好 那你就到达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你要有一个亲友我们都是要一个 我们讲说 谁是推荐你来啊 知道认识这个爱多美亲友的账号 那把这个账号上 弄上去之后你就按一下确认 按一下确认 他跑得有点慢 因为今天可能太多人在注册了 等他一下 好 我刚刚亲友的这个账号我 我按了大概 快20次了吧 因为今天的网络 因为今天是中国第一天开幕 非常的骰车 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亲友账号 异常亲友账号异常 我一直以为发生什么事 我大概按了可能快20次左右 终于他过了 过了之后你 推到这个页面 然后底下是秀个人讯息 你再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再往下走 那因为这个部分呢 有保密的问题 我这个部分我就不让各位看到个人讯息是什么样的资讯 好那你整个都确认完了 大概是OK的情况之下 你就按会员加入完成就可以了 好整个都弄好你就按下确认 确认完之后就来到这个页面 然后这个页面呢 你就个人信息你再确认看看资料有没有写错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因为我把这个个人资料我就把它挡住 好那你再确认完你就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滑了 往下 那也会来到这个页面 这右边有一个会员加入完成的这个动作 你把它按了下一页你就会完成 那我刚刚在测试这个 亲友这个 选这个亲友的时候 经常一直出现亲友账号异常 那那个并不是 我选了大概跑了十几次吧 那个并不是他真的异常 而是因为网络现在塞车 所以他资料传不回来 他就一直跟你说异常 那今天 4月1号注册人比较多 系统容易崩溃 系统容易塞车 可能会有 全球百万人可能今天都在注册 所以现在 注册会比较塞一点 所以如果有这个出现 你就多按几次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按 这个会员加入完成这个动作 OK那这就最后一步了 那你这样子完成的时候 就是恭喜你已经注册完成了 这样子你就会注册完成了 那你恭喜你就完成会员了 那你就是如果你底下会有你的 币 姓名跟编号 那我这边有各自关系我就不往下滑 如果你是中国会员的部分你还可以再申请为经销商这就可以经营整个大中国市场 那申请和经销商的资格呢 你就必须要有这个个体工商户 法人资格啦或者是最起码是个体工商户 听说一天就可以申请下来了 非常简单 那你必须要有银行卡 那你必须上网申请转换 之后 再附上你的个体工商户跟银行卡 那个体工商户里面要有一个 营业项目叫 咨询服务这个项目 那你就可以去申请 那进行整个大中国市场 所有的消费者跟你的 只要有消费都会帮你为你累积消费积分 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 所以如果再通过一个考试 那open book 线上考试 所以考试部分 你只要考80分 那没过再考一次 没过再考一次总会过的 那这样子都是很简单的open book 那你就 如果手机认证简讯开通 你就是一位经销商了 那你就可以 资格 经营整个中国市场 是非常简单 那4月8号起我们才会受理 转换经销商这个 这个申请 所以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画面上最后这个页面 你一定要底下 我刚因为 账号密码的关系 我不往下滑底下会有账号密码 那我不往下滑各位 但是各位就是要把这个画面 拍照下来给对方 因为这个账号呢 你会 你今天没有拍你是查不到他的账号的 所以一定要拍下来给对方 登录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账号登录 那 你也可以跟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 手机 作为账号登录 所以这个账号 你如果没有拍你是在组织上你是看不到他的 所以你 这个账号一定要留下来 当然忘记也没关系 用他本人的手机 账号 用手机替代账号登录也是可以的 好那这个我做稍微做一个补充 那也祝福各位 在爱多美中国市场 都能够得到 财富的 自由 梦想到手 MING PAO CANO CANAY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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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Y